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节的节目 随着中共十九大的临近 北京的维稳安保已达到风声鹤唳 草木结兵的级别 在这决定中国今后五年政治格局 甚或中国命运的两周时间里 交通管制 舆论控制 网络封杀 以及对京城老百姓的生活限制 都达到了空前的歇斯底里和不可理喻 如果你不幸在这期间要去北京办点事 恐怕要做好与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中 金四福一样的心理准备 首先能不能顺利进入北京 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开外地车的根本没戏 因为北京不欢迎你 改成列车的 你必须得具备沿途经历多次羞辱性安检的勇气 到了北京 你不一定找着地方睡觉 因为十九大期间 北京的民宿短租被禁止 出了门就落入了 无所不在的朝阳群众的严密监视之中 稍有不慎就会被举报 并抓起来拘留 想去餐馆吃顿热乎饭菜 那要看你运气如何 因为长安街沿线和一些区域的饭店不许生活 只提供凉菜和面点 索性去超市买菜自己回来做吧 对不起 北京城里已经买不到任何刀具 因为从菜刀到文具刀全部被下架封存 要等到十九大之后才能够重建天日 当然不去北京的也不能完全幸免 因为中共于安保之名 而对网络实行的管控也大幅升级 继前段时间出台了 谁建群谁负责 谁管理谁负责 以加强对网络群组的管控 并关停了众多谈话类节目之外 最近有众多大陆网友经常使用的代理服务器IP 也大规模被长城防火墙封锁 尽管有VPN供应商表示只是暂时被抢 十九大之后恢复正常 但从中共最近对网络下手的力度来看 今后会改善的承诺 恐怕只是供应商的一厢情愿 长城越修越高 翻墙越来越难 七亿大陆网民正在亲历第二次的闭关锁国 有网友悲问 防火墙既高且厚 你打算怎么撑过这个寒冬 而对于那些自愿或安于与外界隔离 不稀罕墙外的自由和风景 并沉醉于崛起和盛世诵歌中的墙内民众 把下面这个小品送给他们 希望这盛世如你所愿 太好了 你这是什么事啊 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 你看啊 咱们国家那个洗脑大片 什么洗脑大片呢 爱国大片《战狼2》 已经被咱们国家选送参加角逐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了 我听说过搞笑诺贝尔 还没听说过搞笑奥斯卡呢 什么搞笑 这没看呢 这真事啊 不会吧 就这种水平的片子 那不得让外国人笑话咱们呀 笑话什么呀 《战狼2》票房已经突破五十六亿了 让全国人民爱国者清高涨 就凭这一点 就让奥斯卡评委刮目相看 你知道吧 得了吧 咱就不说这电影质量怎么样了 就光说这政治宣传过重 商业气息过重 就这两点 就不可能入选奥斯卡 像这种完全没有什么内容的电影 就跟你们《环球时报》一样 也只能忽悠忽悠中国人 奥斯卡 还是算了吧 我们《环球时报》怎么了 今天的盛世 也有我们能忽悠的功劳 好了好了 反正也不可能真的入选奥斯卡的 那就选一部让领导高兴的片子 也不错 顺便啊 恶心恶心奥斯卡的评委 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而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翻墙翻多了 这三观都翻出问题来了吧 哎呦你可别提翻墙了 最近啊 这墙又变高了 我的好多IP都被封了 封得好 谁让你天天翻墙了 从不看我们《环球时报》 哎呀你们《环球时报》有什么好看的啊 整天瞎说 哎对了对了 你看这网上啊 已经有网友给你们《环球时报》 拟好了《战狼2》落选奥斯卡的回应文章了 我给你念几个啊 《战狼2》西施奥斯卡 美国人你在害怕什么 《战狼2》煞雨而归 折射出西方价值观的脆弱和自卑 奥斯卡沦为政治工具 百亿票房打脸评委会 《战狼2》折戟奥斯卡 奥斯卡的反华之心昭然若见 奥斯卡神话已然褪色 国产电影不需要西方认可 哎你看啊 这哪个像你们胡编的风格啊 你还别说 倒都挺像的 哎不过的事 我得跟你说的事 哎得了得了 我得赶紧去厨房做饭啊 别说了 谁啊 哎 警察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们来检查一下 你们家有没有关窗户 啊 现在警察同志都很负责啊 我们家关门关窗户 你们都不管 少贫嘴 回答问题 你们家窗户关了没有 啊 今天我看天气平好的 透透气 就没关 马上去关上 哎等等等等 我家关不完窗户 跟你们俩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是十九大非常时期 什么规定 会场周围所有的住户 面对会场的窗户 都在关上 警察同志 我们这是新华社的老干部楼了 我是人民日报的下属 魂球时报 是环球时报的编辑 都是自己人 不用担心 自己人啊 现在抓的都是自己人 少废话赶紧关上 省了我们费事 为什么你们一开会 我们就得关窗户啊 我可是听我们隔壁住了几十年的老人都说了啊 想当年四人帮那会儿 反革命集团 你们多坏啊 整天在京西兵港开会 也没让我们关个窗户啊 你们到底想干嘛 不要不配合啊 知不知道美国枪击事件啊 如果有人在你们家窗户这儿 朝会场开枪怎么办 你们 算算算算 关个窗户没什么大不了 我去关 我去关 还有 你们家厨房在哪 怎么着 你们 还要给我们做饭呢 怎么做饭 我检查你们家菜刀 检查菜刀 你这刀 打码了吗 打码 什么意思啊 最新规定 所有的菜刀 铁器 除了实行实名制以外 必须打码 要把你们的身份证号码印在菜刀上 没听说呀 怎么着 你们现在把秦始皇的石户一刀方案都给用上了 骨碑禁用嘛 按照规定 所有刀具 没打码没双链的 拘留十四天 哎哎哎 检查统长 检查统长 我明天就去打码 行吗 这态度还不错 拘留就免了 记得明天 去街道派出所打码 手续费四块 哎 你们可比秦始皇很多了 至少秦始皇没收手续费吧 嗯 至于这没打码的刀 现在要锁起来 不能用 十九代以后 到街道去拿钥匙开锁 锁透 就不收钱了啊 解锁废物诗 啊 你们坐 哎 怎么办啊 现在刀也给锁起来了 怎么做饭啊 哎 算了 咱们出去吃吧 哎 哎呦 还真饿了 来个糖醋鱼头吧 对不起 这个没有 啊 哎呀 别要什么糖醋鱼头了 咱们点个快点的吧 来个金酱肉丝吧 这个也没有 这么普通的菜都没有 嘿 来个西红炒鱼蛋 这个可以有吧 很抱歉 这个也没有 哎呀 你们这个餐厅什么水平啊 这么简单的家常菜都做不了 还把它写在菜谱上 你们这是虚假广告啊 哎 不瞒您说 现在啊 现在啊 是十九大期间 这附近的餐馆 都不许生活炒菜 咱也不能违反 不是 实在不行 我看你们还是回家去吃吧 怎么办啊 怎么办 凉拌 这位兄弟怎么了 胃 胃疼 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 哎 不是 今天啊 本来我们要在家做两个菜的 结果 这刀给锁起来了 出来吃吧 饭店又不让开火 上的全是凉菜 这不 老毛病又犯了 嗨 这开个会啊 也够劳民伤财的 这期间我们开出租的吧 也比现在韩国电影 出租车司机里的金四福 还不容易呢 哎 听说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电影啊 挺好看的 哪天上网找来看看 看什么呀 找不到了 被禁了 别说影片了 就是出租车司机这几个字 都成敏感词了 哎呀 你说我们这个开出租的招谁惹谁了 看来这中国与韩国的距离啊 就是战狼二与出租车司机的距离 哎呦 哎这前面是怎么了 前面封路呢 啊 那换条道走呗 好嘞 咱们往右拐 哎呦 这又怎么了 前面修路呢 哎呦 那那再换条道吧 好嘞 那咱们往左拐 哎呦 哎呦 师傅 哎呦 怎么了 前面也封路呢 啊 啊 这往前往左往右 都走不通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怎么办 开倒车